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是有点不好意思了 像你讲的说有其他的活动 行程 我说虽然不好意思 但其实也不会不好意思 因为那一些也是课 也是学习 所以我想我们的人间好心情就是很灵活的 对 很随缘 对 一个有机体一样的 我们走到哪里需要怎么样跟大家分享或者提醒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 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所以讲起来呢 其实啊 这个星期天马上就到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了 那也就是代表着2016年 我们即将要把它送走了 对 所以我想今天的空中佛学院也应该是我们2016年度的最后一次的空中佛学院 虽然说我们在下个星期一还是在2016年12月26号 还没有走到新的年度 但怎么样讲也已经就是岁末 那因为下个星期一呢 我是想我们来邀请我们的赵德丽会长 我们一起在空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回顾与展望 是 所以今天的空中佛学院呢是最后一堂课 今年的最后一堂课 所以谈什么呢 之前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空中对待在讲课 那今天我想我们可以聊一聊 OK 因为我想可能到一月份马上要过年呢 也有一些佛门怎么过年的话题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今天呢 我觉得是比较在过年前呢 我们都会进行有一个我们当活动好了 就是出坡结缘大扫除 OK 大扫除 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 那么结缘我们也明白 但是不明白出坡是什么意思呢 出坡呢 这个过去的残门啊 寺院丛林啊 都是在比较山林里头 是 所以有的时候呢叫出坡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种田种菜 我们要去菜园子那一边去做物 就是说去把收割了 对 有的到山林里头去收割 那个坡就是山坡的坡 对 土坡的坡 出坡就是走出去去做这些事情 去劳动去了 这样那当然 以现在来讲这出坡不是只有光做田地里头的事情了 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大扫除 或者是说我假设了 哎呀 我们佛光事迹已经印刷好了 我们需要几个义工帮忙出坡 帮忙贴邮票 套新风 然后带去邮局帮我们寄 这个也叫出坡 原则上我们讲做物 劳作 就是我们通常说就是帮佛堂或者佛教干点事 就像义工会回来帮忙 对 那包含我们自己 那我们在寺院里头 有什么事情要去 不管是清洁打扫啦 或者是去整理啦 去准备啦 都叫出坡啦 劳动作物这样子 是 都叫出坡 那因为满地可佛光山华严寺呢 经过一年来 大家都好像在家里头啊 各种的活动啊 各种的人进进出出 那使用率那么高 那平昌时其实我们义工 一个星期都要几次回来清洁整理的 是 那总是不可免的 到了年中呢 就一定在农历青年前 一定会有一个大扫除 这种出坡呢 就叫出普坡 普坡 OK 普坡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不是一个小范围的 就平常时的 这个环保组三五个人而已 也不是只有佛光世纪主 叫上五个人 不是 而是全体总动员的 OK 大家一块 OK 普遍的普 普遍的普 OK 大家一起一块来出坡 就像我们讲说 普门大开 普同共养 这是普及于所有每一个人 都可以回来 叫普坡 当然今年 我们安排大扫除日期呢 是在一月份呢 一月七号跟八号 那早上呢 九点啊 九点多啊 大家陆续来了 嗯 我们这个大扫除啊 可跟家里头 你一家几口哦 去做清洁卫生 不一样的 我们要在大殿排班 因为这样近百人哦 大家都回来了 是 因为你用了一年 这家里头 总是要好好彻底的 清洁一下 所以就会先在大殿 集合 然后呢 我们会事先规划 今天重点 一定要完成大殿 明天就要挂灯 还是今天重点 一定要在厨房 如何如何等等 他有一个时间安排 那总之呢 我们就先集合 然后说明 然后分组 哪一组要多少人 是 那当然还要事先 都要准备 这个规划以外 还要准备好一些 清洁工具 嗯 你不能想说 哎呀 我们五个人 需要五个水桶 可是手上只有一个 嗯 那这个公寓站 其实就一定要先立起气了 对 这样就可以事半功倍 那么所以是有计划性的 然后现场是有组织的 这样子去进行一个 清洁打扫的 大扫厨的工程 OK 听起来都像一个大工程 是哦 出坡 结缘 大扫厨 是 那个结缘 这个有特别的含义吗 当然 就是基本上 你看到这两个字 大概就知道 结缘 对了 广结善缘 我来结结缘 帮帮忙这样子 就需要我们的义工啊 来结缘 是 OK 明白 对 那另外一个 比较再深入一点的意涵 这个就不是你字面上 可以看得到的 嗯 比如讲 哎 今天你把大殿的地板 都扫过了 拜殿也都插得干干净净了 嗯 但你说结缘 我跟谁结了缘呢 嗯 我只有插插拜殿嘛 拍拍经书 我结了什么缘呢 是 那就是说 这是你不知道的 可能你整理过后 有人来 他第一次来就 哎呀 印象非常好 嗯 这么光亮 这么干净啊 哎呀 他心生欢喜 是 他的欢喜从哪里来 是你把他整理的很干净的关系 是 所以你就跟他结了缘呢 是 你给他欢喜了 对 明明之中结了缘 是 这个就从不管是字面上的 我送一个东西给你 这个跟你结缘 这个是看得到的 但是呢 我都不知道什么 我只是来参加大扫除 但是谁会因为我们整理过后 然后他心生欢喜 甚至于他有了一个入门的机会 这些种种缘 是你给的 嗯 不过不是直接你看的 他可能间接 可能隔几天 这包含我们要挂灯啊 要张灯结彩啦 哎 你来当义工 那真的是结了多少无形的因缘呢 对 我也是这么想 这些义工菩萨们真是非常了不起 嗯 所以要有人缘先得结缘 是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 是 所以今天这个空中佛训言 我觉得 我们提早谈起 出坡结缘 那当然 他可以是在大扫除的时候做 嗯 他也是可以在准备过年的 这些人前人后的工作里头 嗯 去结缘 嗯 那另外 你说 我什么都没有做啊 我没有空啊 那没有关系 你过年时候你来 你穿上我们中国的传统服装 嗯 你就来这里好像逛年宵啊 给他走走啊 点个灯啊 逛个佛啊 那 当人家看到说 哇 去那里人都穿得喜气洋洋的 对 那才是中国年啊 真是有气氛啊 其实你来参与 你已经跟很多人结缘了 其实缘是无处不在 是 只看你是结不结 然后呢 是结得好的还是不好的 哦 这个倒是重点 结缘当然结好缘呢 对 还有结法缘呢 对 这个就更高一级了 嗯 结法缘哦 比如说我现在在空中 我们在跟大家讲话 那这个就是同结法缘呢 是 就是师父给我们的开示啊 教导啊 就是在给我们结法缘 可以真理解是吧 可以可以 包含比如说 我们不是终生在一个道场服务的 嗯 我们也可以讲 我不是终生只在一个道场结缘的 OK 佛光山的制度 由大师定下来之后呢 就是每隔几年 我们就到不同的地方去结缘 嗯 我们去服务 去帮人也好 去为人做事也好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讲 哪里有缘哪里去 我调派下一站到哪里去 肯定有应有缘 是 那重点就是 我们平洋时都是广结善缘的话 那想必去到哪里都有好因好缘呢 是 就是你有发好心的话 自然会给大家有欢喜 嗯 所以我们空中佛学院 本年度的最后一次 我想大家听到 核心还是围绕着结缘呢 嗯 那当然这个出坡 或者大扫除 或者做义工 或者你就是来 好像错个人数 带动一点气氛 通通都是结缘 那更何况 如果你能够更加的 对佛法或者佛教 多认识一些的话 其实你知道 这些因缘呢 其实一直围绕着我们身边 就是你自己懂不懂得 珍惜因缘 把握因缘 嗯 是 这2016年就要过去了 我们有时候 在回头看的时候 有很多因缘 我们觉得很感谢 嗯 那有一些因缘 我们会觉得 嗯 哇 下次要更加谨慎 对 要谨慎 有时候有些呢 还在萌芽状态的 我们需要努力 嗯 是 但是因缘是可以创造的 所以影响未来新的一年 我们希望在节目里头 跟大家分享更多 我们能够把握 可以创造的因缘 我们也希望 跟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 跟你们结一个 善善的缘 嗯 是是 好 那我们上半段的 听众佛学院 就到这儿了 那我们现在呢 欣赏一首 人间因缘 这首歌 也是叫做 人生是过客 各位可能说 哎呀 上星期播过了 是 歌词当然一样 都是大师写的 我把它摆在一起呢 只是 让大家听听看 其实曲调不同 有个比较 曲风也有点不同 对 大家 如果在网络上 你是可以对比着这样听 两首一样好听 嗯 最主要是用这个歌词呢 提醒我们大家 人生是过客 那我们还是要懂得 把握每一个好因缘呢 是 谢谢主持 那么我们请欣赏 做人 要像你的镜子 照亮别人有点 也照亮自己缺点 做人 要像一支笔箱 你要提得起 也要懂得方向 要像一本不字 写下生命空过 尽念自己一生 该怎么做 春去旧来日生日落 从从而来又从从而过 时间的成和 人生是过客 人生是过客 做人 要像一支蜡烛 燃烧自己 绝在 黑暗中 照亮别人 做人 要像一个市中 滴答滴答滴答滴 分秒中不空过 要像一本不字 写下生命空过 写下生命空过 尽念自己一生 该怎么做 转去旧来日生日落 从从而来又从从而过 时间的成和 人生是过客 人生是过客 尽去旧来日生日落 人生是过客 人生是过客 尽去旧来日生日落 人生是过客 人生是过客 尽去旧来日生日日落 从从而来又从从而过 尽去旧来日落 人生是过客 尽去旧来日落 空空的圆灵 尽去旧来日落 尽去旧来日落 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 人家好心情的下半段 那我们今天的下半段呢 是要请我们的永步法师 来给我们上一堂 佛学名相的课 欢迎您法师 跟我们在一起 那我们今天的佛学名相 您想给我们介绍一些什么呢 我翻看了之前的计划书 发现原来我们佛学名相 还讲得真少 我想真的我们活动是很多了 那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讲 其实很多的 你在佛门里头听到的这些 在我来讲可能很习惯的用词 可是在大家听起来 可能是不太熟悉的 这种表达 所以我在看了旧的资料 除了说三宝啊 佛法身啊 四圣地啊 极灭道啊 之后呢 就有时候介绍法会 比如说三十系念法会 余兰盆法会 什么是余兰盆 什么是三十系念等等这些 当时我们是借着那个活动 就把佛教里头的专有名词 这些术语呢 就做了一些介绍跟说明 是 所以冥想也没有说 那么矮板的 说非得是什么才叫冥想 您就真的把人间的佛教 带到了我们的满地壳呀 因为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跟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 像刚刚哦 上半段节目里头 其实我讲了说 这个星期六 已经是Christmas Eve 圣诞夜 对 星期天就是12月25号 圣诞节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相信有的听众 可能觉得很奇怪 你们佛教 你这个出家人 你们也过圣诞节吗 有没有人这样问呢 我想再 可能会有一点点 因为圣诞节是基督教的 圣诞 就是在基督教里头的圣人 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一天 叫圣诞节 如果要问我们佛教 我们有佛诞节 有佛菩萨圣诞 所以我们圣诞节一年还不止一次 我们从年头过到年 我哪一位佛 要是佛圣诞 欧弥陀佛圣诞 我们圣诞节一年好多个 观音菩萨圣诞 地藏菩萨圣诞 是 但我主要不是要讲这些 说我们的圣诞节比你多了 我不是要比较 我只是说让大家知道 其实佛教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宗教 它是一个信仰 你也可以讲它是一个哲学 甚至于有一些人 在一些接触之后 像本地 有些学校学生来 我问他们 你们对佛教的概念是什么 有一个中学学校来参访 那个学生说 是一种科学 有人讲是一种哲学 人生的哲学 那有另外说 它是宇宙的科学 我说 你真是有接触 其实他们讲的都对 是生命的哲学 是宇宙的科学 其实佛陀都帮我们讲到了 那我也觉得 我跟他们讲说 都是 但在我的认识里头 我觉得它是一个生命 它谈生命的教育 我说你们想象 佛陀就是一位老师 这个老师 他看到生命的真实 所以他来告诉我们 生命的教育 就是对我们进行生命的教育 让我们怎么样 如同他一样 走向觉悟 解脱 这生命整个升华的过程 是 所以基本上 我当时问这些学校的学生 那一次八十几位学生 那么我就讲 我说基本上 这位老师是教我们 觉悟的智慧 我说觉悟 任何宗教 任何民族的人 都是需要觉悟的 我问他们 你们想不想觉悟 要觉悟的人举手 每个人都举手 我说 但是你们不一定来信仰佛教 你只要知道 你现在是学生 你把书读好 那你最终要追求的是智慧 是 所以那些老师们 也听得很高兴 我想今天 因为是谈名相 我是第一个让大家知道说 名相就是专有名词 而这个专有名词 它可以是 在解释一段佛法的道理 但讲这些佛法道理 做什么呢 是来引导我们 怎么面对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生命 所以是生命的教育 那另外 对于其他的宗教 我们不需要把它 像切割式的 那么排斥 其实我们都是好朋友 我们跟左右邻居 可以当好朋友 那也不会因为 大家的信仰不同 然后就互不往来 这就好像 你的邻居 可能这条街上 这个是读这所学校 那个读那一所学校 这个是大学 那个是小学 大家都在不同的学校 但是不会形成说 因为我们是不同学校 我们是不可以往来 不可以讲话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不成立的 我这样带出来 就是说在这个星期天 就是圣诞节 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之中 有家人 是不同信仰的 比如说 你是比较倾向佛教 但是你的孩子 可能基督教 你的先生可能是天主教 你的朋友 各个信仰都有 这个时候尊重 尊重大家的信仰 不同的信仰 然后随喜 刚刚我们在讲随缘 随缘 我并不是说随缘 那算了 那我去改信其他教去了 那就变随便了 随缘你还是很清楚 我在这所学校 我知道我要学什么 那你在那所学校 学得很好 随你的高兴 随你的欢喜 而欢喜 就叫随喜 对 那我看着那个因缘 该当怎么样去 做自己的学习 那就是你看得到 那个因缘 就随顺那个因缘 所以我想也在这个时候 提起大家互相尊重 彼此的信仰不同 那基本上呢 我们在这西方国家 圣诞节 它也可以讲是基督教的节日 但你把它看成是一个文化节日 也很好 是 这是一个西洋文化了 对 那我们入境 你入境你要随喜一下嘛 比如家里头 要不要跟人家布置一下 挂挂灯 是 多少一点点也很好了 不要隔壁的 哇 很温暖的那种登井 对 自己这一家就黑乎乎的 就是不要抵抗 对 虽然我是信佛教 但是呢 我也不抵抗基督教 就像说我爱我的爸爸妈妈 必不妨碍 我就爱我的朋友 就是 爱我的老师这样子的 这个宽容一些啊 不过一说到这儿 师父 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以前我也接触过很多的宗教信仰啊 但我觉得佛教还是非常宽容的一个 它能够包容到 对 包容到其他的宗教 是啊 对 所以我想不妨随大家的欢喜 你比如说 我常常要进出机场 对 那到这个时节呢 就会看到有一些唱诗班也好了 或者有些学校在募款呢 他们就会唱一些圣诞节的一些应景的歌曲啊 我出飞赶飞机 不然呢 我怎么样呢 我一定随喜站在那里 跟他们一起唱 唱完了 大家一起欢呼 一起鼓掌 是 我在想 所有的停下来在那里 欣赏他们歌声的 大概我这个身份是最特别的了 是 但是我觉得 不妨碍啊 大家都是这么好的人 为什么不能一起呢 对 只要是善良的 咱们就去给他结 这个圆 是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月份 对 那我也在我们节目里头 先预祝 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那么大家彼此 不管信仰是如何 你至少你把它当成是一个 在岁末啊 像预告一个年即将过去 我们用感恩的心 然后欢度这个文化的节庆 非常感谢师傅 我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 非常非常感谢您一年来 心情地教导我们 教导都没想 我只想分享 我们非常受益 因为我们接到的反馈 大家都觉得 这个佛光山 弘法的工作做得真好啊 这是我的一个 非常之深的媒体人 他在听到我们节目以后 由衷地给我们的赞叹 由此我也非常非常感恩 有大家的存在 所以呢 我会一直坐下来 非常感恩师傅 感恩听众朋友 这个感恩的话 我们下个星期还要继续讲 就是我们还是先预告一下 下个星期天才是我们本年度的最后一集 是 我们有神秘的嘉宾 是吗 现在已经不是很神秘了 他已经来过了 OK 是 那总是在下个星期一 我们的人间好心情 我觉得大家一起来 想想走过的2016年 当然我们比较会偏重于在 马蒂克 佛光山 还有佛光会 我们共同努力走过的一年 跟大家分享 但我想大家比较关心的 还是未来的一年 我们节目有没有什么更动吗 还是有什么调整吗 这样 我们期待师傅 所以先带个关子 对 好 其实您这么说的 我相信我们细心的听众朋友 应该能感觉得到 下一期我们神秘的嘉宾 会是谁呢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 已经到这了 非常感谢我们的永固师傅 今天又抽出宝贵时间 跟我们在一起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 收听的听众朋友 我们很期待您 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请联系我们 514-721-2882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